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在1924年 曾有一条轰动一时的报刊新闻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当时有个名叫巨型的和尚 在一天夜里 竟用三昧真火将自己的肉身化去了 彼时白光冲天 引发众人的好奇围观 次臣昆明日报记者 当地的高官 以及社会各界贤达人士 纷纷闻讯赶来 随后他们共同见证了 更为神奇的一幕 与此同时 这背后的感人故事 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 虚云老和尚的大弟子 巨型法师 巨型法师 网生记 大理人 大理人日变因家乡闹饥荒 养不活家人 听说 虚云老和尚在云南基族山修建 终日不发异语 别人干脆就叫他龙子 日便听见 虚云老和尚及众人念经 就心生欢喜 但自知自己不识字 又愚钝 便请求虚云老和尚 教他念佛 师父教给了他 怎样勤念阿弥陀佛 自此他就秉息诸园 一心念佛 日夜不停 虚云老和尚 运龙藏大经回山之后 举行传戒 日便也来求戒出家 虚云说 我知你之前 念佛极精勤 但是你还有家眷呢 日便说 我们一家老少八口 都约好了 今日都来落法出家 其请师父恩准才好 日便得到巨型的法号 特别欢喜 他对师父说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巨型了 可师父说 你不是巨型 也不是日便 我不是虚云 虚云也不是我 师父见巨型 一脸茫然的样子 便说 我教你念佛 我也教了你打坐 现在 我要教你心中觉悟 我不是我 破我 破我执 我执 无所求 则自然得 巨型 一天 一天 虚云大和尚 唤他来说 巨型 你苦修了四年 境界已不错了 但见识太少 你现在下山去吧 参拜过 名山道场后 你愿回来就回来 若另有好机缘 也可随缘行止 巨型虽舍不得师父 但他依教奉行 拜别了师父 1920年 虚云老和尚 重建云七寺 巨型和尚听到消息 就赶了回来 又干起老本行 挖土 筑墙 种菜 打鼓 清扫 挑粪 烧饭 煮菜 替师父 与同餐补一 每天第一个上殿 参加早课 巨型 还是一分钟 也不肯闲下来 不过 他还是 长墨不语 一心念佛 当重建工程 进行到 海绘设立塔 快完工时 巨型和尚 已四十多岁了 有一天 他突然请求 虚云老和尚 设立塔完成后 让我来守塔吧 虚云老和尚 知道巨型和尚的境界 知道 他就要走了 这一年的春戒 虚云老和尚 安排巨型和尚 担任尊政 受戒弟子 请巨型和尚 开示时 巨型和尚只说 我半路出家 一字不识 但只念一句 阿弥陀佛而已 这一天晚上 巨型和尚 像往常一样 到师父禅房 寇安 但平时少言的 他突然说 师父 弟子要去了 特来叩辞 只是 弟子去后 谁来侍候师父 虚云老和尚 平静地说 好孩子 该怎么办 你知道的 不要误了大事 师父 在这里 念经助你 夜里 寺庙上空 突然连闪几次 血木白光 直冲夜空 照得一片光明 住在寺外 正在乘凉的村民 看到寺院内 白光冲天而起 以为佛寺失火 赶紧跑去救火 当众僧 与村民 赶到寺庙偏院时 只见巨型 披着袈裟 身体发出白光 左手直沁 右手持木鱼柄 向着西方 家夫而坐 面色如生 只是 没有呼吸的 起伏而已 不过 木鱼柄 僧邪 还有做出的稻草 蒲团 都已变成灰烬 原来 那阵阵白光 就是巨型和尚 所发的 三昧真火 虚云老和尚 见巨型和尚 以锐向 法身示众 便告诫大家 千万不可动他 让作画的巨型和尚 多保持一天 以便记者 摄影刘正 传扬于世 度画众生 第二天 昆明日报 摄影记者 云南省都督 唐继瑶 财政厅厅长 王竹村 水利局局长 张卓仙 昆明社会各界 贤达人士 以及昆明众多的佛教徒 见证了巨型和尚 功德圆满 作画的事实 虚云老和尚 当众取下 巨型和尚 手中的小庆 一面向巨型和尚说 巨型 可以放心吸去了 一面轻敲小庆 敲到第三响时 巨型和尚 全身震动 煞石倾倒 化成灰烬 巨型和尚 真实的视线 让众生 对佛教信仰 更加坚定 数万人 络绎不绝地 到寺庙参拜 道巨型禅人 自画身 生息济世二手 虚云禅时 枯肠欲断 指呼天 痛惜禅人 允少年 数载名山 参祭辩 归来念佛 贺除边 助兴犯差 同兼苦 密行公园 尚品莲 然必要王 真供养 红杯盐墨 尚欺然 活到鱼金 心更寒 为师超义 不相干 人当末节 多元磊 君志临终 一火丸 世念难忘 蔬菜熟 西归且上 西阳边 伤心老泪 挥无尽 一庆留音 是妙缘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